好 两岸情势紧张 其实大家都知道共机在近几年呢 可以说是频频的扰台 最近甚至延伸了活动的范围 那么接下来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特派记者运文 来到现场帮大家分析 运文好 新航 大家好 好 运文想要请教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像在昨天早上呢 日本防卫省也有说 有观察到解放军又有八艘的导弹舰 还有护卫舰通过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 想要请教运文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让日本这么样子的警戒呢 好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是根据日本他们官方所监测到了 中共军舰的行动 就是呢在这个9月11号的时候 台湾时间早上7点钟 有三艘这个中共的军舰 分别是这个052 052C跟052D型 还有呢就福州号出现在这个宫古海峡 然后又有五艘军舰被发现到 所以总共是有八艘的中共军舰 出现在这个宫古海峡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这地方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塞 战略的一个海峡 好 为什么 因为呢宫古海峡呢 他是位在我们台湾岛以东 然后呢位在冲绳以及宫古岛之间 而且在他的海峡的这个南方 就是我们的花东外海了 所以对中共来说他们要去西太平洋演练的话 可以经过这个海域之外 或是对台湾军演时也会出现在这个海域 以及说这个地方其实具这个很有争议的这个地方叫做钓鱼台 其实距离呢只有170海里 所以只要中共一出现那日方就会非常高度警戒 是 没错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这个供机最近 供机不管是飞机还是军舰 最近在这个台海还有这个宫古岛之间 不断的靠近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紧张 像是国军其实昨天就证实 有争获中共的山东号航舰出没巴士海峡 那么今天更公布日前有20艘的供舰 出没在这个台海周边的活动 创下了单日最多的记录 而且同时呢日本防卫省也发现 8艘的供舰有陷宗的状况 也被解读说这是要去跟山东号来会合 公布超新西照片 日本防卫省指出9月11号 有8艘中共军舰通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直接水到 增获了4艘052C型和052D型驱逐舰 2艘054A型选防舰 以及2艘现代级驱逐舰 与此同时我国防部也证实同一天 有20艘次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为单日最多 今天早上国军也揭露中共山东号航舰编队 位于我俄卵比东南60海里朝东航行 进入西太平洋航讯 台湾南北出现大批次供舰被认为要去跟山东号会合 从7月到9月是中共演训的高峰期 事实上在南海跟北边的东海区域 也同样有大批舰船在不同区域的活动 那这些我们都会适时的加以掌握 说是高峰期但专家指出半个月后 适逢中共十一国庆不排除科义秀军始肌肉 只是山东航舰纪念4月配合环台军演才出巡 4月底返港不到5个月又出门 中共过去一年很刻意要将台海内海化 10号这一天派出6架次歼16汉 两架次苏坎30月海峡中线 对比过去越线后随即回到中线以西 这次与中线以东长时间飞行 中共各行机不只坚持6 各行机它活动的范围 事实上都不断在扩大 不甩各国都在看中共持续对台湾军事施压 TVBS希望华晨森刘婷特不懂 好我们来关心一点轻松一点的话题 在大陆的瑞幸咖啡呢 我们知道它最近跟贵州茅台联名 推出了所谓的酱香拿铁 当然了引发了非常多的热潮 所以我也很好奇 线上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人喝过这一款酱香拿铁呢 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风味 因为其实很多大陆的民众都说 现在这个酱香拿铁可以说是买不到 甚至有香港的民众北上到深圳 要买这个咖啡 结果连美甲都做完了 还是没有买到这个咖啡 所以想要请教运闻 这一款酱香拿铁 它到底有多热卖呢 好的 幸运确实它非常的热卖 因为它是个蛮特别的口味 就是拿铁加上了茅台酒混搭起来的酱香拿铁 就是带有酒味的拿铁 你可以想象出它的风味嘛 所以它的其实评价是蛮两极的 有人说很南科味道很怪之外 有人说很好喝 很像是这种酒香的巧克力一样的风味 所以他们很喜欢 那我们就来看到 因为这款咖啡 它是瑞幸咖啡跟这茅台联合推出的 所以目前呢 只在瑞幸咖啡的门市买得到 就只在中国境内才买得到而已 所以有不少的香港人呢 会特地的北上深圳去买这个酱香拿铁 所以很快就卖光光了 他们说呢 9月4号推出之后呢 三天内就断货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就是瑞幸咖啡 反而是要跟茅台 在下一批 就是53度C的这个 飞天茅台酒 再追加这个产量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你要产量增加的同时呢 还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预估呢 可能要分两批一次来这个来铺货了 所以现在可能第一轮补货呢 会在9月10号 会有部分的门市可以来供应 那到等到第二轮是9月19号开始 全中国的门市呢 可以恢复供应这个所谓的酱香拿铁 那它的风味确实是很特别 所以引发很多人好奇心 想要去一尝尝这个尝鲜啦 那他们说现在这个新的口味拿铁呢 将会是就是长期的供应的 而不是一个限定时段的限定品呢 那只能说他们是真的蛮厉害 是个创新的这样的手法宣传之下 让这个品牌呢可以说是起死回生 是看起来好像应该是真的蛮热卖 它才会变成一个所谓长期的产品 像是观众朋友威廉雪就说 如果是他他不敢喝 那唐宏说不加咖啡不加糖不加奶 只要茅台 哇那你这一杯应该会还蛮贵的哦 好没错这个瑞幸咖啡推出这个酱商拿铁 的确是引发了风潮 如果接下来我有喝过的话 我再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接着我们带大家来关心 我们知道上周的海葵台风的残留 云系其实对于这个深圳 还有香港这边带来非常严重的灾情 甚至像是这个暴雨的强度 也可以都说是创下记录在深圳 很多地方有停班停客的状况 发生很多的地铁都是暂停营运 商场甚至也淹水 那么其实昨天也是暴雨之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但是还是有地铁没有办法正常营运 想要请教运文目前状况如何呢 好的 先我们看这张图呢 这个图呢 他就是这个深圳地铁路线图 我可以看到是当中有一些地方 是出现灰色的线 就是呢 就是在他们算是你开工之后呢 还是因为淹水状况之下 抢收不及而停运的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呢 灰色这个线里头啪啪的这一大块 应该算是深圳最热闹的这个深圳的市中心 所以他在这外围呢 你看这个灰色的地方 他停驶的话对于上班族会非常的麻烦 就很难去上班 所以呢可以说到他们当时的暴雨呢 是重创这个深圳龙港区 罗湖区跟福田区 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这个这样严重的灾情 所以当天他们昨天呢就是开工之后 上班族要上班了 但是地铁呢有九个站却还没有正常 营运之下就塞爆这个地铁站 从那个车厢塞到外面去 整个大排长了塞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可能排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办法上到地铁去 很严重的情形 那而且现在不只是说广东也还在塞之外 我们可以听到的是目前这个海魁的余威呢 它慢慢的从就是中国的东部广东往西去移动了 现在到了广西这个地方在下很大的大暴雨哦 现在是传出说 广西的遇连这方是最严重的灾情 是整个汪洋一片 他们现在传出说至少有七人死亡 以及三人是中了严重灾情 而且预估说可能这个暴雨会一直下到明天才会结束 是没错 谢谢韵文 因为我们刚看到那个照片 大家上班几成这样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 应该会觉得还蛮头痛的哦 一定是会迟到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谢谢韵文 今天来到现场帮我们一起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心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深圳暴雨的状况 其实呢 在大陆也陆续有地方有传出这一些暴雨的灾情 像是在大陆这个陕西西安的老街 这个水非常的湍急 甚至把摊贩给冲走了 还有在广东呢 因为暴雨淹水 有民众养殖的养殖场里面的70只鳄鱼 全部趁机都游出来了 到现在还在抓 河面上冒出头的正是凶猛的鳄鱼 中国大陆广东省冒名镇 因为暴雨淹水 一座养殖场70多只鳄鱼 趁机逃出来吓死当地居民 根据陆媒消息连特警都介入进行鳄鱼大搜捕 那的话就是参设那个神明体的嘛 这个我们如果全部抓捕款的话 我们会我们宣传不满的话会发布进行的 现在我们目前已经补得捕捉到死头了 放手 放手 同样暴雨泛滥 这在陕西西安 老街道路瞬间变成湍急的河流 一名摊贩被冲走 却还紧抓着他的推车 主导人大喊要他快放手 早上的雨是来得特别特别的快 根本就没有时间 尤其是围去老街那一块 都是一些爱找他们小商贩嘛 这边是就是下雨的雨 雨水可能那个排不畅 雨比较大 在那块就比较急 不仅老街受灾 西安的百货商场内也被淹成一片 这场突发暴雨发生在11号上午 西安是瞬间白天变黑夜 暴雨倾盆而下 而且就算雨停了 多地因为淹水还是一片泥泥 并狼藉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